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部分的解答题 以下主要是涉及到曲线积分的计算 主要就是第二种曲线 PDXKODY 沿着LX-1方Y方等一样 这是一个语言逆时针去做 像这种题虽然已经封闭 但是有起点 是不是00点造成分母为0叫起点 而且00点刚好被这个曲线给绕进去了 是吧 00点刚好在这个曲线的内部 像这种题啊 常规做法就是我们的挖洞 是不把00点挖掉 挖掉之后再去用格林公式 但是呢我们不挖了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结论 看准备 如果我们的两个导数除了一个点之外都相等 那比如这个题经过计算就发现 两个导数除了圆点之外都相等 这个题肯定得出圆点了 因为圆点没有导 圆点使分母为0 是吧 好了 如果两个导除一个点之外都相等 这个点叫起点 那么有一个结论 一 那么任意一条不围绕起点的封闭曲线 不用算积分为0 第二个 任意两条都围绕起点的同方向B曲线 积分值都相等 达到什么目的 达到换曲线的目的 经常换成谁 换成分母等于常数的那条曲线座 这个两个结论一定要记住 那我们这个题属于结论一还是结论二呢 你看 咱们这个题是不是两个偏导除零零点之外都相等 那么 是不是任何一条不围绕零零的B曲线直接为0 任何两条围绕零零的同方向B曲线积分值都相等 我们给的这个大L其实已经围绕零零了 所以咱们这个题属于第二种情况 大L是围绕零零逆时针封闭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自己再取一个小L 取谁 非母为常数 取非母为常数 I给对方加为方等一步行动方 取非母为常数 这个家伙也围绕原点 也取逆时针 叫同向 也封闭 这样的话呢 待会大L跟小L就符合结论2直接相等 打造完了 所以呢 待会看大L做积分 直接跟什么 直接跟小L做积分相等 为啥就是这个结论2 这个结论2告诉你的 是吧 那根据结论2 他俩直接相等 接下来算小L就好了 咋算小L呢 用带入法 小L的曲线积分 小L可以往里带 就是I给对方加Y方等于一步行动方 所以I给对方加Y方等于一步行动方 这一带不就带出来一个二倍的一步行动方 剩下的这个积分咋做 用格林 剩下的这个小L的积分 是不是没有分母了 是不是不不怕原点了 可以用格林公式了 所以剩下的根据格林公式就变成了什么 你看剩下的小L这个积分 根据格林公式就变成了小L围成的区域 就是这个圆上的二重积分了 你看P-XKO-Y KO对X的求导是-1 -P-Y是正义 负1减正义就是负2 就变成负2的二重积分了 当然有个正乎号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是逆时针 是吧 小L取了逆时针 你想 沿着逆时针走 左手是不是落到了这个圆的内部 是吧 沿着逆时针走 左手落进来了 落进来叫正向 所以这个地方 根据格林公式就是正的二重积分 如果沿着逆时针走 左手没落到这个圆中 那么就叫负向 格林公式二重积分 前面要多个负号 这个题就不用多了 好了 根据格林公式 一下子把小L的这个逆时针 曲线积分 转成了负2倍的这个二重积分 然后二重积分再往下做 那怎么做呢 这个2跟2抵消 那就只有一个负的一步起动方 然后一做二重积分 表示面积就是派R方 最终就是负派 走完了 所以我们这样做多方便 那懂这两个结论 以后再也不怕什么挖洞 再也不被那个方向所困扰了 我们同学挖洞 10个挖 9个都是迷在那个方向上 弄不清楚 我最终结果算出来 跟标准当然插个符号 而用我这个结论呢 根本就不用挖 直接换 是吧 直接把外面大L 这条逆时针 围绕圆点 B曲线 换成里边这个小L 围绕圆点 同方向逆时针 B曲线 直接换 这一换 把不好算的大L 换成小算的 换成好算的小L 然后采用代入法 消分母 然后没有分母了 又封闭了 又逆时针了 再往下用我们的隔离公式 得到正的二重积分 然后二重积分 再去慢慢的往下算 就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 好了 这个结论要背背 再往下看四十二题 还是算曲线积分 这个曲线是百线 百线咱们也不陌生 在强化训练选择题中 甚至还见过星形线的 这都见怪不怪 好 请你算曲线积分 从百线的远点到A点 就是一拱 这一拱给我算一下 这怎么算呢 这个不封闭 不封闭怎么做 我们同学不封闭 老师马上封起来 错了 不对 我们干货总结怎么说的 不封闭的不要着急 先检查导数等不等 看跟路径有关没关 如果跟路径没关 立即换条线 如果跟路径有关 那就只好封起来 用格列公式 这道题大家经过计算 干什么 两个导数不相等 这两个导数不相等 你自己算就知道了 两个导数不相等 说明这个题跟路径有关 有关 只好干嘛 补一条线 封起来 所以我们只好补一条线 补谁呢 你是从原点到A点 沿着百线过来 那我再从A点 沿着I个的轴 反回来 是不是 从A点 沿着I个的轴 再反回来 这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补一个 减一个 然后封闭的 就可以干嘛了 看前面是不是 百线加上这个I个的轴 大L表示百线 是不是从原点到A点 L1是再反回来 这样就封闭了 封闭的可以被隔离公式 是不是就是KO对X的丘导 减P对Y 你发现没有 这个地方 是不是两个导数相减为-1啊 各位 两个导数相减为-1 说明两个导数确实不相等 说明这道题 确实跟路径有关 是吧 那你跟路径有关 按照我们的总结 才想到补一条线 下一个题就不是这样了 下一个题呢 两个导数相等 两个导数相等 那跟路径没关 没关就可以更改路径 这个题不能更改路径 只好补一条线 封起来 封起来 然后被隔离公式 KO对X求到 减P对Y 减的结果是-1 那为啥前面还多个符号呢 这个符号是怎么回事呀 是方向的问题 它是从原点到A点 是不是顺时针 你想想 沿着顺时针走 左手 是不是没落到这个区域中 所以呢 前面要多个符号 这个呢 咱们在上一个题就讲过 是吧 你这个使用隔离公式 一定要看看 沿着它的方向走 左手落没落到区域中 没落进来 隔离公式 前面二重积分多负号 如果落进来了 像上一个题 隔离公式 前面二重积分取正好 好了 这是隔离公式 然后后边这个怎么做呢 后边这个补的线采用代入法 往里做就行了 你看L1 L1上怎么办 你想想 如果这个地方是L1的话 那如果是L1的积分 直接是Y取0 直接是Y取0 是不是就只有这个DX了 这带是不是就只有这个DX了 然后X从谁到谁 X从2排A到0 好了 然后往下算 那复复取正 这变成一做二重积分 一做二重积分 往下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直角坐标 用直角坐标做 直角坐标X几到几 X就是0到2排A Y就是0到Y在底Y 然后这个定积分 那很容易把它积出来 积出来就是2排A方 好了 然后再往下 这个2排A方 咱们保留了 然后这个二重积分 用直角坐标 那0到2排A 然后0到Y 一做积分 一做积分上减下 上减下就变成了 Y自己的这个定积分了 好了 再往下 这个Y自己在0到2排A的定积分 咋做 这我们绝对讲过了 在哪里讲过呢 在第九章 巩固提高 第一次遇到过 什么呀 参数方程下求定积分 第九章 积分计算巩固提高的填空体 是我们第一次遇到 后来在第十章 几何应用面积体积那个地方 还遇到过 就是你不可能没有印象 那怎么办呢 还记得吧 参数方程下 怎么算定积分 那就采用这个换源 采用换源哈 就把这个参数方程往里换 把X换成这个T A T减三一T Y就自动化成这个参数方程 A1减口三一T 然后呢 字边量也换 X取0对着T取0 X取2排A对着T取2排 这叫换源来求参数方程下的定积分 怎么换源 就是拿着他给的这个换源 你给的X等于什么T 咱就直接换掉 你给的Y等于什么T 咱就直接换掉 然后呢 这个X再换成T的上下线 这就行了 好了 来把它整理一下 那这个A 乘一减口三一T DX就是挨个子求导 这一大堆 然后呢 明显发现有个A方可以拿走 求导又是一减口三一T 这就变成了一减口三一T的 这个完全平方 完全平方打开 你完全平方打开的话 那就是一减二倍的口三一T 再加平方 再往下这个积分怎么算呢 用华李氏 用华李氏就行了 你想一做积分 直接上线减下线 口三一一字方 再0到二派积分为0 口三一平方 再0到二派直接干嘛 等于四倍的华李氏就行了 这倒是个四倍的华李氏 这咱们应该是知道的 就是华李氏 咱们以前都是0到二分之派 0到二分之派 是经典的华李氏 0到派也可以用华李氏 0到二派也可以用 0到二派上 口三一的积次方直接为0 口三一的偶次方 等于四倍的华李氏 口三一二次方是偶次方 等于四倍的二次方的华李氏 二次方配华李氏 二一二分之派 答一加一整理 走完了 最终就是五派A方 这个题考的挺好 考到我们经典的补线用格林 是吧 补一条线 用格林公式把它解决掉 同时呢 还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我们参数方程的 这个算积分的处理 这个呢 我们在前面第九章 积分计算 那个地方谈到过 是吧 参数方程 摆线 算这个积分 采用换源 把X换成三种方程 Y就自动退成三种方程了 然后注意更改上下线 然后呢 把它整理成 整理一下 然后呢 把它合并一下 然后呢 再被华李氏 整个题就出来了 所以还是很自然的 把这个给做出来了 好 这个补线用格林 我们就说完了 再往下 43题 还是让我们算曲线积分 这个曲线呢 是从A点 沿着这个Y 到B点的弧 不封闭 不封闭怎么办 不要着急封起来 先看导数等不等 经过计算 两个导数是相等的 都等于它 两个导数相等 说明跟路径没关 跟路径没关 就可以更改路径 原路径是从A点 沿着这个抛物线 就是沿着这个红色的抛物线 从A点沿着红色的线 到B点 这是原路径 原来的路径是这样 从A点沿着抛物线 到B点 那积分跟路径没关 我就可以更改路径 怎么改呢 我可以从A点 先到D点 然后再到H 再到这个B 是吧 是不是这样 先下来 这样再往右走 这样再往上走 那这样的话 不也就从A 跑到了B吗 所以我们可以更改路径 怎么改 先从A跑到D 再从D跑到H 再从H跑到B 分三段 本来是沿着红颜色跑 积分跟路径没关 可以沿着往下跑 水平跑 再数值跑 那么分别把这三段都做出来 我就做一个 比如做AD这一段 那你想过没有 在AD这一段咋做 AD这一段始终是谁 X的取负1 始终是X的取负1 那你想过没有 X的取负1 始终是X的取负1 所以这样的话 待会底X的这一项 就没有了 我现在说的是AD 我就只做AD这一段 如果是AD上 就是在沿着AD直线跑 底X的就没有了 只有底Y X的取多少 X的始终是负1 那你想想 待会这个X 待会这个X 始终取了负1 看X的取了负1 负1的平方 就是正1了 然后只有对Y做几分 Y从几到几 Y从A点的Y A点的Y是0 到D点的Y D点的Y是多少 看是不是只用对Y做 只用对Y做 Y呢是从0 再到负1 这就把AD做完了 同理大家再去做DH 做DH 同理大家再去做HB 做HB 这三个各自做 这三个各自做 做完之后 一累加 就是我们最终的几分值 做完了 这个题是应该更改路径做 但是这个题有一个陷阱 啥陷阱呢 有人说老师 你这是从A点往下走 再往右走 再往上走 他说老师 我能不能这样走 我从A点直接往上走 就是这样走过来 然后再走到B 也就是这样走 我这样只走两次 老师你看 我这样往上走的话 走一次 走两次就做完了 你往下走 得走三次 你还没我简单呢 你看着简单 可是你是错的 你不允许从A往上走 为啥 咱们在强化训练 选的题就讲过 积分跟路径没关 是可以更改路径 但是得保证什么 保证更改之后的新路径 跟原来的旧路径 围城的区域 不能含起点 是不是就是得 不能含远点 你发现没有 如果按照你的往上走 从A走到E 再从E走到B 你这样走 你会发现 你这个新路线 新路线 跟原来的抛物线 围城的图形 刚好把谁给弄进去了 你刚好把原点 给人弄进去了 所以你看着 你走得简单 可是殊不知 你走的是错的 说老师 我这样走 怎么不对啊 这说明我们同学 压根就没弄懂 啥叫换一条线 能随心所欲换吗 当然不能了 再说一遍 一定得保证 你的新路径 跟原来的旧路径 围城的图形 不能有起点 就是不能有非母为零的点 你看 我怎么走 我从A往下走 再往右走 再往上走 我这个新路径 是吧 跟原来的旧路径 围城的图形在哪来 我这个围城的图形在这呢 那你看到没有 我这个围城的图形 确实没有原点 但是呢 你刚才 怎么说 你说老师 往上走 再往右走 那你这样走出来的新路径 跟原来的旧路径 一围 刚好把原点围进去了 这是不被允许的 这是不允许的 谁要是敢那样走 显然就是什么呀 答对了 重在参与 不能这样走 好了 这个题我们就说完了 这是通过这个题 跟上一个题做对比 为啥上一个题 要补现用隔离 因为偏导不相等 为啥这个题 可以直接换路径 因为偏导相等 咋换路径 要注意 好 最后再看 再往下这两个题 都一样 都是已经告诉咱们什么了 已经告诉咱们 曲线积分 与路径没关了 刚才咱们自己判断 是吧 如果判断出 积分跟路径有关 像刚才摆线 就补一条线 用隔离 如果判断出 跟路径没关 像上一个题 我们就更改路径做 但是这个地方 已经告诉你无关了 那太好了 告诉我无关 立即想到偏导相等 那让两个地方求导 是吧 KO对X的求导 然后P对Y求导 两个导数相等 相等一整理 就变成了U 咱们要求的是U 这个U是不知道的 就变成了U的维分方程 一整理 维分方程 咱们在第15章讲过 维分方程 一定要把导数 放最左边 我们都是把导数 放最左边 看看这属于哪一种 是变量可分离 是其次 是一阶线性 好了 两边求导相等 整理一下 导数在左边 变成了U的导 等于U加X二倍的U的三次方 那这个U 你把U当做Y就行了 如果不理解 你发现这个方程 它不是我们学过的基本类型 不能分离 也不是其次 也不是一阶线性 好了 如果拿到一个一阶方程 一阶岛 一阶方程 不是可分离 不是其次 不是一阶线性 怎么办 那啥都不是立即放弃 放弃什么呀 立即想到换位思考 想起来没有 你看U的导 U的导啥意思 是不是U对X的求导 U对X的求导 我们发现做不出来 解不出来 让X对U求导 颠倒一下 是不是左边颠倒一下 右边这个分输线 也颠倒一下 一颠倒 那就是X的除U 就是X的除U 一颠倒2U三除U 那就是2U方 再一整理 看看看看看看 变成了X对U的导 再减掉U分之1X等于2U方 这是啥 还没看出来吗 这不就是X对U的一阶线性 非其次吗 是不是一阶线性 是吧 以前是啥 Y对X PX等于K乘X 今天是X对U PUK乘U吗 所以显然 这是X对U的一阶线性 被通界公式 X等于 以一为底 负P对U做积分 再乘上 以一为底 正P对U做积分 再乘K 再积分 再加C 这叫通界公式呀 各位 是不是加个C 好了 那这样呢 把积分一积 就找到了通界 找到通界 再去用出始条件 这个地方 是不是U1等于1 U1等于1 U1等于1 是什么意思 就是X取1的时候 这个U呢 就达到了1 U1为1 这个1是指的X的意思 看U X嘛 X取1 X取1 能让U达到1 那C呢 C没得选 C只好是0 C是0 所以呢 从上到下 那就找到了 所以X只能是什么 X只能是U3 X是U3 那U不就有了吗 那U呢 最终解出来 就是X的1 3 这一段 其实属于 维分方程的综合题了 它只是借助导数相等 是吧 借助曲线积分 与路径无关 制造导数相等 整理一下 变成维分方程 接下来就是难点 解方程 解方程不过关 那肯定有人不过关 说老师 这个方程不会解 怎么不会解 怎么不会解 你好意思不会解吗 这个方程会解 换位思考 是吧 U对X不会解 颠倒成X对U 一整理 那就变成了 X对U的一接线性 然后X当未知数 U当自边量 那就是被通解公式 利用处置条件 打造王了 好了 解除这个U有啥用呢 解除这个U 再让你算 从10到81 这个积分 那这个积分就好算了 是不是U已经解出来了 是不是这个U已经解出来了 这U已经解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U往里带了 U解出来就是这个X的三分之一 是吧 这个刚才他们说过了 把U解出来 往这里面一带入 接下来算这个积分 可是这个积分又该怎么算呢 这个1到 从10到81 这个积分怎么算 打更改路径 为啥 因为题目已经说了 这东西跟路径没关 跟路径没关 大家赶紧更改路径 先沿着水平走 再沿着数值走 先水平再数值走两次 你看 先水平 水平走只有X的洞 数值走只有Y在洞 水平加数值 两对一累加 最终的答案 就是我们的积分值 这一段倒简单了 更改路径算积分 好了 这是一道综合题 那么与此相仿 52题也是这种题 52题第一位 说什么呢 说这个不含远点的单联通 曲线积分与路径无关 又来了 又来了 是不是曲线积分 跟路径没关 你说了跟路径没关 立即想到什么 两个偏导相等 是不是就是KO对X的球导 要等于什么 等于P对Y球导 两个导数得相等 好 两个导数相等 就能找到维分方程 然后解方程就能找到谁 待会一解方程 这个FY不就有了吗 好了 两个导数相等 大家一整理 就变成了这个FY的维分方程 变成了Y乘F导 等于2FY 这是什么方程 这应该是可以分离变量 你把F的导 你把这个谁呀 把FY给它拿过去 FY给它除过去 这么明显能分离吗 是不是F的导除FY 待会再把Y除过来 导数除自己 等于Y分之二 两边一积分 导数除自己 原函数是Long in F 是Long in F 待会F比0大 不用加绝对值 这很简单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变量可分离了 是吧 能看明白 F的导把F除过去 是不是导数除F 导数除F 待会原函数不就是Long in F吗 是不是Long in F 待会Y分之二 Y分之二 咱们也只干嘛 只要正的 因为我们待会只盯着谁 只盯着1这个点 这个1肯定是正的 待会Y分之二做积分 那不是二倍的Long in Y吗 所以左边是Long in F 右边是二倍的Long in Y 就是Long in Y方 所以FY等于Y方 然后再加个Long in C Long in C就是多个C 好了 这个地方解放成 比刚才的简单 这是变量可分离 那么按照变量可分离 我们就解除了谁 解除了我们的FY 解除FY 再利用初始条件F1等于1 哎呀 做完了 所以最终我们的FY找到了 这个跟刚才相比 还简单了呢 刚才这个方程不好解 要换位思考 一接进行 现在这是个可分离 直接就能解出来 解出来之后 第二问再给我算积分 算这个曲线积分 这个曲线积分怎么算呢 在哪里算 是不是在这个 这不是星形线吗 是吧 X的三分之二 Y的三分之二 A的三分之二 好 在星形线上算 这个飞母已经知道了 FY就是Y方 那就是2X的方 加Y方 做飞母 沿着星形线跑一圈 取逆时针 这种题怎么办呢 这种题是不是 虽然曲线已经封闭了 但是他把原点给绕进去了 是不是飞母 2X的方 加Y方 不能取原点 这条线 是不是刚好把原点绕进去了 这种题 常规做法叫挖洞 我们怎么讲呢 我们在一开始 这一段视频 是不讲了 咱们不挖洞 咱们换一条线 因为这个题干什么呢 偏导已经相等了 我可以怎么办 我可以把它题目考的 这个谁啊 这个沿着L1匹 这个星形线 逆时针 换成什么呢 换成一个自己的线 你看看 我给它换一下 换成一个谁 换成一个小L 往往换成谁呢 换成飞母等于常数 飞母就是2X的方 加上Y方 2X的加Y方 等于一步写中方 然后呢 再取什么方向 同方向 逆时针 这样的话 待会沿着L1匹 这个逆时针 求封闭曲线积分 应该跟沿着L 这个逆时针 求封闭曲线积分 相等 所以待会直接做完了 看吧 待会沿着L1匹 沿着L1匹 星形线 做封闭的逆时针 曲线积分 待会跟沿着这个 分母等于常数小L 是吧 跟沿着分母等于常数 这个小L 封闭的逆时针 做曲线积分相等 这在为啥相等 就是我们在这段视频 讲的第一个例子 两个结论 忘了吗 两个偏导 除了一个点之外 都相等 除了谁 除了零零吗 零零做分母 没有意义 好了 除了零零点之外 导处都相等 那么 立即推 任意两条 围绕原点的 同方向 逼曲线积分之都相等 达到什么目的 对了 达到换曲线的目的 这个等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重要结论二 你看 沿着L1 星星线 逆时针 跑一圈 跟沿着分母等于常数 椭圆 逆时针 跑一圈 他俩相等 为啥相等 因为你俩的偏导 除了零零之外 都相等 就因为这个道理 好了 那这样 沿着星星线 逆时针 跑一圈 算积分 跟沿着分母等于常数 椭圆 逆时针 跑一圈 相等 达到换曲线 接下来怎么办 对了 接下来就可以把 椭圆 这个方程往里带进去 把小L往里带 小L是2X的方 加Y方 等于一步写中方 所以分母2X的方 加Y方 就没有了 就变成了一步写中方 剩下的再干嘛 再去用格林公式 就好了 剩下的 是不是 沿着小L 椭圆算积分 这个时候没有菲母了 没有菲母了 不怕圆点了 可以用格林了 那是吧 对小L 椭圆 逆时针 被格林公式 变成了小L 围成的椭圆 这单是小U等于一号 是不是变成了 小于等于上的 就变成了 这个椭圆 它自己围成的 二重积分了 是吧 变成了2X的方 加Y方 小U等于一步写中方 的二重积分 P底X KO底Y KO对X求到 -1 P底Y是正1 -1减正1 变成复2 这不就变成了 -2倍的 这个二重积分了吗 然后前面有个 征风号的问题 去的什么方向 逆时针 沿着逆时针走 是不左手落到这个椭圆中了 是吧 左手落到椭圆中 当然前面就取正号就行了 这不就是我们的 格林公式吗 是吧 先把外面的星形线 封闭逆时针 换成里边的椭圆 封闭逆时针 为啥能换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结论 换了之后怎么办 用代入法干掉分母 代入法干掉分母 干掉分母之后怎么办 再对他自己被隔离公式 注意前面有个征服号 此题是正的 因为是逆时针 因为沿着逆时针走 左手刚好落到椭圆中 所以变成复2的二重积分 那这个二重积分怎么办 二重积分把复2提走 你看这个有个一步行动方 把复2提走 复2提走 只有一座二重积分 一座二重积分是椭圆的面积 椭圆面积咱们学过 就是谁 πAB 那把πAB一算 最终这个结果找到了 这个题要比上一个题 是吧 更为综合一点 它主要是第二问 把同学给唬住了 说老师这个第二问又得挖什么洞 咱们这段视频的第一个题 就是这种题 忘了吗 两个偏导除了00之外都相等 立即推任意两条围绕圆点的 同方向的封闭的曲线 积分都相等 达到换曲线 换成谁 换成飞母等你常数 这一段总结如此 这个好用 你怎么不就背呢 对不对 你看我这样 我根本就不用挖 我就换 是吧 把外面这个L1 星星线 逆时针 换成里边这个小L 椭圆逆时针 外面跟里边相等 为啥相等 刚才解释过了 他俩相等 相等之后用代入法 干掉飞母 干掉飞母再去背格林公式 然后呢 把福尔拿走 然后找椭圆面积 派AB 那就出来了 很经典啊 这个题 好 那么再往下 再看一个 最后一个 53题 这个题啊 考试没这样考过 就这个题有什么呢 它有绝对值 看 是吧 PDX KODY 有绝对值就没法求导 就没法用格林了 这种题呢 就是有绝对值了 有绝对值怎么办呢 我们的保守思路 就是脱绝对值 是吧 给它去掉绝对值 像定积分 二重积分 三重积分 曲线积分 曲面积分 所有的积分都是这样 那你只要有绝对值 我就给你脱掉 它本来这个L是什么 这个L呢 是从A点10 到B点01 再到C点-10 三角形的正向边界 它这一圈哈 它这整个三角形的正向边界 这是一圈哈 人家这不加了个圈吗 封闭 是不从A到B B到C 然后呢 这个是吧 这个C再到A 它这样走了一圈 那这一圈的话 你看Y的绝对值 跟X的绝对值 它确实不一样啊 我们得把这个曲线 给它分开 来吧 把整个三角形 分成两大段 一个是OAB这一段 是吧 OAB 以这个O点为分界 O点为分界 看 如果是OAB这一段 这一段 是不是在第一项线 第一项线 Y的绝对值 直接拿 X的绝对值 直接拿 直接拿绝对值 然后呢 还有一段 在哪来 是不是在这个BCO 第二项线 那你看 如果是BCO第二项线 在第二项线 Y是正的 Y的绝对值 直接拿 可是第二项线呢 X的是负的 所以X的绝对值 拿掉加符号 这就是我们的重要技巧 脱绝对值 为了能把这个绝对值 给它脱掉 人们得把整个三角形 这一条边界 两条边界 三条边界 给它分成两段 分成OAB这一段 拿掉绝对值 直接拿 分成BCO这一段 Y直接拿 X加符号呢 然后一段一段做 这是第一次分 这次分 是为了脱绝对值 然后呢 咱们再看 OAB又咋算 来咱们看看 再去算算 OAB的曲线积分 看 OA再到B OAB自己又得分开算 这又是为啥 大家发现没有 是不是OAB自己是由两条线构成 我们在前面有一道题 第一行曲线积分也讲过 如果这条线是由多条线围成 要想算出它的积分 得逐条线计算 所以第二次算OAB 又得给它分开 分成什么 分成OA自己 分成AB自己 因为它有两条线组成 是吧 那我们要想算出整个OAB 再把OAB分成OA是一段 分成AB是一段 好 一段一段算 OA这一段咋算 OA这一段Y取零 是不是Y始终取零了 你看 在OA这一段 那底Y就没有 这个Y始终是零吧 你看 就是在OA这一段 我们算OA这一段 OA这一段 那OA这一段 咱们算这个积分 应该拿着谁算 是不是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正的 Y底X和X底Y 那你看 这样一算的话 应该是多少呀 这样一算的话 我们琢磨哈 这样一算的话 在OA这一段 是Y取零 Y取零往这一放 就没有了 Y取零往这一放 也就没有了 看 这点不是Y取零吗 Y取零往这一放 没了 Y取这一放没了 所以呢 OA这一段 做积分永远不存在 积分始终是零 好 OA这一段没有了 再去做谁 是不是做AB这一段 AB这一段 AB这一段怎么做 还是用代入法 在AB上 Y不是Y Y是1-X 因为这是一个直线 Y取1-X 所以在AB上 那Y的地方 换成谁 换成1-X DX照超 X照超 Y换成1-X 是吧 然后呢 这个X从几到几 从A A点的X是几 A点的X是1 然后呢 到B点的X是0 这就做完了 这就是谁呀 AB上这一条 看到没有 是不是在AB上 这个地方 咱们把它换下来 就是这样 AB上这一段 换下来 就是1-0的定级分了 你看看 在OA这一段 OA这一段 拿着Y 拿着X做积分 积的结果是0 因为Y是0 因为Y是0 在AB这一段 拿着Y换下来 1-X换下来 Y换下来 1-X 然后X从A点1 跑到B点0 1到0 做积分 好 这个积分 大家一做 巧了 它也干嘛 它也为0 好了 那说明整个这一段积分为0 再来该算谁了 该算那个BCO这一段了 那BCO这一段怎么算呢 BCO我们也得给它干什么 分两次做 为什么 因为BCO明显也是两条线构成的 一条线叫什么 一条线叫BC 一条线叫CO 所以再给它分成两段 好了 如果是在BC这条线做积分 要拿着后面这个 是吧 BC这一段 还有CO这一段都得看它 看Y底X 负X的底Y 好 BC这一段咋做 把BC的方程往里带 在BC上 Y不是Y Y就是1加X 好了 来 Y的地方换成谁 换成1加X DX的照抄 负X照抄 DY换成Y换成1加X 这不就换掉了吗 然后X从几到几 X从B B点的X是0 到C C点的X是负1 所以这就是从0到负1 这不就换下来了吗 这就是BC这一段 咱们给它换下来的 BC这一段 然后再算CO这一段 CO这一段 Y始终是什么 是不是CO这一段 Y始终是0 COY始终是0 如果Y始终是0的话 大家看 这个Y就没有了 这个Y就没有了 那就没有了 是吧 就是CO这一段积分 永远为0 那就只用算 刚才的这个BC这一段 好了 这一段算出来 有个结果是负1 故整个积分出来了 整个积分 就是OAB这一段 跟BCO这一段 中间取个什么 取个加号 取个加号 刚才OAB这一段 OAB分成两次算 算出来是0 刚才BCO又分成两次算 算出来是负1 故整个积分 就是0加负1 最后就是负1 做完了 这种题没考过 数学1没考过这种 就是这种题呢 在我们卷子中 如果出现 就是一种新型题了 强化训练 有这种 巩固提高也有这种 什么题呢 就是这个积分里面 有绝对值 它有绝对值的话 就没法求导 就不能用格林 那怎么办呢 保守的做法就是这样 把这条曲线 是吧 把整个三角形 这三条线 给它分成两大段 OAB这一段 在OAB上 绝对值拖掉 都直接拖 在BCO这一段 Y拖掉 绝对值直接拖 A给它拖 取个符号 好了 这是第一次 把三角形分成两段 目的拖绝对值 然后呢 这两段 一段一段做 先看OAB OAB这一段 要想做出来 看OAB这一段 第一向前 OAB要想做出来 还得再分 这次为啥分 这次是因为 OAB有两条线构成 故OAB得分成两段做 是吧 在OA上做一次 用代入法做 在AB上做一次 用代入法做 那同理 待会BCO这个条线 BCO也得分两字做 为啥 道理一样 因为BCO也是两条线构成 一段是BC一段是CO 所以BC上做一次 CO上做一次 都用什么法 代入法做 做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两大段 四小段都做出来 一加 就是整个级分了 这个题哈 有它的新颖性 但这个题不是很难 因为这个题啊 不管是两大段 还是四小段 两大段 就是OAB这一大段 待会分成再两小段 BCO这一大段 待会再分两小段 不管是两大段 还是一二三四四小段 对吧 它们都不难 都是可以采用什么 采用经典的 代入法的思想 是吧 用代入法去做的 取件积分 实际上往里带 用代入法给它做 一代为零 一代成了定积分 一代为零 一代成了定积分 那都很简单了 这个题很简单哈 这个 但是它的这个 这个新颖性是有的哈 这一点啊 好了 这个强化训练 这个带有绝对值 不能用格林 我们把它拆开 然后一段一段做 那么等到后面 巩固提高 我们还会遇到 这里面有绝对值 那怎么办呢 也可以给它拆开 一段一段做 也可以那样搞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暂时 把强化训练 关于曲线积分的 这大概好几个例子吧 方方面面 帮大家总结至此 那捋一下 有重要结论的使用 换条线的规律 是吧 有不封闭 补条线 用格林公式的使用 有不封闭 换条路径的使用 是吧 有刚才那两个综合题 借助积分 与路径无关 得出偏导相等 制造维平方程 解方程的综合题 是吧 还有屏幕上 这种新颖性 带有绝对值 要给他把曲线 分成若干段 目的是脱掉绝对值 脱掉绝对值之后 再逐一的给他计算 用代入法给他计算 这就行了 好 曲线积分 强化训练 到此结束 稍作休息一下 我们转入下面 最后的这个曲面积分 强化训练的 习题串讲